许多妈妈都想在产后尽快减肥,恢复身材,但减肥的路上总会遇到一些坎,让减肥难以执行或效果不明显,睡眠不足,饮食无规律,缺乏运动,是产后妈妈们遇到的大坎,跨不过这三道坎,就怎能成功减肥呢? 产后妈妈又如何能恢复好身材呢?让熬家是安月子的产后塑形师告诉我们,该如何夸过这几道坎,一,没有足够的睡眠,小宝宝半夜总要醒来那么几回,不是换药不就是要吃奶,妈妈还是要花点时间精力才能把它哄睡,然后,宝宝是哄睡了,妈妈的咳睡虫却跑了,来回几次,妈妈一整夜的睡眠不连续, 休息时间不够,第二天只能是累,累,累,过度疲劳,妈妈每天的精力,只能处理好宝宝的事情,却没给自己留点时间休息,做下其他事,在晚上照顾宝宝,偶尔可以请宝宝帮帮忙,给自己腾出休息时间,白天宝宝睡觉的时候,你要适当的补补眠,只有睡足了,才能打持久战, 担起照顾宝宝的重任,也才有精力减肥,二,没有赋予运动优先权,无论何时,妈妈都会先考虑宝宝的需求,将宝宝照顾妥贴,而对于自己,很多事情都会被忽视,许多产后妈妈只围着宝宝转, 不去运动,总认为现阶段最重要的任务,就是照顾好宝宝,但是,在产后,适当的运动还是很有必要的,尤其是产后需要减肥的妈妈们,更需要坚持锻炼, 例如每天花二十到三十分钟左右,到楼下散散步或准慢跑等,运动可以让妈妈心情愉悦,也能有更好的心情去照顾宝宝, 三,没有健康合理的饮食,产后许多妈妈没有足够的时间和精力,像运气那样,为自己准备一顿营养餐了, 每日把宝宝喂饱,照亮好,就已经累得精疲力尽,而对于自己,就只是将就着,家里有什么就吃什么,这样往往吃的不健康,营养也不够, 如果妈妈为了节省时间,经常吃快餐和零食的话,就需要改变一下自己的饮食习惯了,去超市购物时,尽量购买一些健康的食品, 比如酸奶,小麦面包等,和泡面之类的垃圾食品相比,一样能节约时间,却相对健康一些, 只要功夫深,铁竹磨成针,又熬家世安月子产后塑形师的指导,相信产后妈妈们能减肥成功, 只要有决心,啃下苦功,相信,很快你就能见到身材迷人的自己,如果喜欢本视频, 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访问TTnews.xyz获取更多相关资讯。